因应公益青年电动机车申办热潮 仁爱区公所方面特别贴心设置独立柜台跟服务人员 来服务申办民众 动线分明让民众能很便利地完成申办 其实申请很简单 就是要带身份证跟驾照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有太旧的话就要特别叮咛的话 你要带太旧人的车的行照 他的身份证他的失章 那如果你要有太旧的话 你也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存折 那这样子的话有一个太旧补助的1万元 才能够贿赂您的户头 那目前其实每天申请的人数 其实在上班的时间跟在下班前 可能有人提早来 或者是说下班的时候提早下班 来区公所办理的人数特别多 那这个时间的话可能等待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弟弟妹妹还是谁要用还是什么 对妹妹要用 妹妹要用 她的 她是上班吗 对上班 上班 OKOKOK 她的反应怎么样 很高兴 很高兴 我是买那个可以换电池 因为家里可能是比较高楼层 没有办法就是随时这样充电这样 对那您觉得啊 就是是您个人本身要用还是家人要用 我本身要用 可是其实平常就是以开车为主 摩托车可能假日休息 可以稍微骑出去去买菜用的 是都是在基隆市区一起 我是觉得都还蛮方便的 OKOK 但是没有很长 对 那单电板应该可以 对 所以这个对基隆市民来讲您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吗 嗯还不错啊 很好啊 简单这个其实世界世界都要简单嘛 都启动实施这个机车这个 我看我们全性会对人这样走 那您觉得说市政府推出这样的政策啊 这个是不是各项条件都还不错吗 蛮吸引 对就是觉得不错 所以赶快趁现在赶快先来办办看 对啊 而且你会不会觉得说电动机车 其实也算是未来的一个节能减碳的趋势 对啊环保 因为我们家现在车子也是开特斯啊 都是以充电为主 好帅 因为他很小声 哦是声音 对声音 对 比较没有杂音 对 然后就是要试试看这种电动车的感觉 对对对 对啊 谢谢基隆市长 这边市长有办这个电动机车这个活动 所有家长和里面大家都很欢迎啦 不用什么钱了 等于资金而已 大家都很欢迎啦 很多人来问说要怎么申请 年龄方面吧 对啊 就是有更多人可以来申请 对啊 机车是不是因为这是条件有放宽 对年纪 因为本来是到35岁 对啊现在提升到45岁 刚好不会符合 巨公所方面也结合里长加强宣导电动机车新方案 李明反应热烈 里长说甚至有许多外县市民众 都很羡慕基隆有推出这项电动机车的方案 有啊 新北纪的有啊 有啊 他说你们基隆市办这个活动 我当中有办的 不错的 有啦 所以他们很羡慕 对 他们很羡慕 对对对 所以没多久应该全省都会这样办 也谢谢金融市长给这样的一个福利 对啊 对啊 感觉老师 听说其他县市也都蛮羡慕基隆说 有这样的一个政策 对啊 我同事的户籍在对方 他就没办法升级 还蛮可惜的 那你同事有问你就对了 有啊 对啊 他们就想说他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办是不是 有心动 对啊 对我的外线市的朋友还会很羡慕 跟外线市比起来差很多很好 对 还有民众说 感谢市长谢国良规划这项措施 让他终于有机会 能够换掉多年的油车 来体验电动机车 那您觉得说 市政府率先全国推出这样的政策 也响应这个未来节能减碳趋势 你是不是觉得这政策不错 对啊 做人是可以换车的 哈哈 哈哈 不然你以前会想要换电动车吗 应该不会 因为习惯了 就之前都 那个 10年前都是这种油嘛 就加入的 哦 所以这次机会也让你有体验的一个 对啊 那所以这一次有机会可以试试看 你的心情怎么样 可以试试 很高兴啊 当然是很高兴啊 对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环保很重要啊 对啊 本来我们已经赶上这个 电动能力 对对对对 谢谢 那你们家会来申请几台电动机车 没有就申请我一台而已 对对 没有就给需要的人 然后自己就需要用一下这样 基隆首创的公寓青年电动机车方案 放宽申请门槛后 持续吸引许多符合资格的市民朋友来申办 由于节能减碳是未来的趋势 民众普遍都很肯定市长谢国良推出这项青年电动机车政策 除了照顾年轻人减轻家庭的负担之外 也吸引大家能以行动来落实减碳生活 相信未来也将吸引其他县市陆续跟进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您回答ков最后 现在的数损数ird原动机车 secolare 最后再刷